那英特爾的這個技術行銷高級總監 那個Robert Luck他之前受訪的時候 他就有透露英特爾他對AI PC 的概念 是 他就有說只要具備 GPU NPU 這些硬體 還有擁有 VNI 跟 DP 4A 指令處理能力的這些 PC 就可以算是 AI PC 怎麼感覺就多了兩個亂碼般的新名詞 Hii 歡迎收看突然說科技 我是節目主持人紫祥 我是宇軒 突然說科技是對於 TIMES 推出的一廂音節目 我們宣用特寶跟數據與您 現在不是什麼都會聊到 AI 嗎 那你有想要換個 AI PC 嗎 是因為我們聊過 AI 眼鏡 然後 AI 手機 想做個電腦來做個 AI 套餐嗎 沒有 因為那個 AI PC 也很重要啊 我們一直沒聊到它對不對 其實我對 AI PC 的疑問跟之前有點類似 就不太確定說 AI PC 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像我們現在普通的電腦或手機 都可以用像 ChipGP TV 等等的功能 就不算是 AI PC 嗎 對 其實我之前也有一個 也有這樣差不多的疑問 因為業界也有蠻多相關的討論這樣 但老實說目前我看下來是 AIPC 產品的這個具體概念 其實業界也還沒有一個完整的共識這樣子 不過 Intel 最近他們有出來說 他們對 AI PC 的一些定義 所以我覺得以 Intel 在電腦市場的影響力 應該蠻值得參考的 所以今天是要聊一下 Intel 它提的 AI PC 的願景了 哦 沒有錯 那正式開始之前 讓我們進一段推廣服務時間 DG Times 電子時報是全球最尊威的華語科技產業報 現在我們也有了電子時報的 APP 讓您用手機就能瀏覽第一手的產業新聞 開啟 APP 你就可以隨身閱讀全球科技新聞 訂閱期間暢染報紙內容 也能透過筆記功能打造自己的產業筆記庫 歡迎查看影片下方資訊欄 了解更多關於電子時報的資訊 好 歡迎回來 那其實講到 Intel 大家應該還蠻耳熟的 因為大家如果有買電腦 主電腦的經驗 應該就知道微軟有軟體系統 那 Intel 就會講到 CPU 這樣子 對 對 對 那說到 CPU 你要不要先介紹一下什麼是 CPU 啊 好 好 畢竟等一下還會提到一下 GPU NPU 的話 還是幫大家一起比較一下 那麼多 PU 那名字很像 對 PU 對 沒錯 那簡單來講 CPU GPU NPU 簡單說都是一種處理器 處理器 那只是說他們架構設計 還有應用的面向不太一樣 對 那先從 CPU 開始好了 它的全名是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文就叫做中央處理器 那它卻有核心記憶體跟控制單元 不過用比喻來說的話 它其實就像那個電腦裡面的大腦 大腦 大腦的一個角色 所以它可以讓電腦跟應用程式 做一個連結互動這樣子 那我們也才能透過電腦去處理各種任務這樣子 所以我們買電腦所要看的是 CPU 的效能 或是它的時脈是多少等等的 沒有錯 對 還會關心到電腦跑得快不快這樣子 對 那接著就來說一下 GPU 好了 GPU 的話就是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對 那中文我們就直接說影像處理器 那相信有打遊戲的朋友就比較知道這個了 沒錯 就是想說什麼顯卡這些東西 對 就跟打遊戲的畫面顯示 這些有關系 那其實我們想像一下 如果說 CPU 它要承接所有的任務 就是它要負責電腦裡所有的工作 它就會很累嗎 或是可能會很沒效率這樣子 那後來其實遊戲顯示需求變多之後 硬體製造商就把這種多媒體的任務 遊戲 影音這種多媒體任務分割出來 給另一個圖像大腦角色的 GPU 去做擔任這樣子 所以 GPU 其實跟 CPU 有點像 有核心記憶體跟控制單元 但它是用這種平行運算的方式 對 所以架構上是比較簡單 比較適合處理這種專精的任務 我記得之前還有拿來做挖礦對不對 對 那還有一直到最近很夯的這個 AI 機器學習領域 其實 GPU 都很適合用 所以這個 GPU 大廠 NVIDIA 有沒有 才起飛大紅 對 所以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們上一集的節目 有 芙蓉 芙蓉 對 還有玫瑰 他們有介紹這個 NVIDIA 跟 GPU 的部分 沒有錯 那還有一個 NPU 是什麼 NPU 它就是 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 對 那它簡單來說就是這個類神經處理器 是 這樣子 那主要是設計用在這個執行機器學習算法的 專用處理器 所以基本上都是跟 AI 掛鉤的 所以開始跟 AI 有關係了 沒有 所以要回來講 AI PC 了嗎 是的 對不對 而且剛剛聊了這麼多 聰明的夥伴應該有發現 就是其實所有的 PC 好像都可以執行 AI 工作 對 對不對 因為畢竟說 CPU 就可以執行各種運算嘛 對啊 不過其實從效能 能源效率角度來看的話 把 AI 的工作全部都丟給 CPU 其實跟 NPU 比起來 CPU 是沒有這麼擅長做的 所以就比較沒效率 所以有點類似像拿鐵錘去組螺絲的感覺 就是沒有那麼好用的感覺 啊 對 對 就是什麼拿水果刀切超大蘿蔔啊 切不動 切不動之類的 突然很日常 對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到現在 AI 時代啊 我們常提的這個大型原模型 甚至是 AI 基本上就跟 NPU 應該說 NPU 基本上就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吧 所以在 AI PC 的定義裡面 就必須要有 NPU 這個東西了嗎 欸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對 因為像 Intel 嘛 剛剛有提到 Intel 他們有出來講 那 Intel 的這個技術行銷高級總監 那個 Robert Luck 他之前受訪的時候 他就有透露 Intel 他對 AI PC 的概念 是 他就有說只要具備 GPU NPU 這些硬體 還有擁有 VNI 跟 DP 4A 指令處理能力的這些 PC 就可以算是 AI PC 怎麼感覺就多了兩個亂碼般的新名詞 欸 今天資料量好像有點過大 我都快流汗 那那個剛剛說到那個 VNI 還有 DP 4A 它的這個 其實就是在說利用 GPU 來進行成家指令的加速啦 所以可以簡單理解 我也是跟 AI 相關的一些功能這樣嗎 可以 我們可以先這樣理解 好 先這樣理解 好 對 我想要更直白的解釋 所以我們可以再來錄一集 我們再做個短影音跟大家分享 不然怕今天講不完 好 因為還有 後面的部分 對 好 所以我看你表格還列出像微軟的部分 哦 對 我想說他們都是 Windows 生態系的成員 對 對啊 所以 但他們對 AI PC 定義不太一樣 不一樣 所以想說一起提一下 對啊 對啊 那因為像這個 啊 先說一下微軟其實在 2024 年 5 月 20 號的時候 嗯 他們有要規劃一個這個 AI Resurface 活動 是 對 所以到時候應該 Windows 他們會 呃 微軟啦 微軟他們會親自介紹一下 AI 軟硬體的一些願景跟規劃 不過 Intel 他們這邊其實最新說法裡面就提到微軟了 是 嗯 他們就提到微軟說他們要求的 AI PC 必須要有 GPU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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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之外啊 嗯 還有那個 Co-Pilot 哦 沒錯 是按鍵的部分嗎 哦 對 就是 Co-Pilot 軟體之外 也要有 Co-Pilot 的那個實體按鍵 就是他們之前在那個筆電的鍵板上面新規定的那個新的按鍵 欸 沒錯 沒錯 就是這個 因為 Co-Pilot 是微軟它做的一個 AI 助手嘛 嗯 所以是覺得說 AI PC 這個東西就要有他們的產品置入 才算是 AI PC 嘛 欸 有一點這個概念 對啊 所以關於這一點啊 那個 Intel PC 生態系的主管 嗯 那個 Todd Levalon 他就表示說 那個 Intel 跟微軟他們對 AI PC 的共同定義 嗯 共同定義就是需要有這個 內建 NPU 的 Core Ultra 處理器 是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 Co-Pilot 跟 Co-Pilot 按鍵 哦 了解 這樣子 是 沒錯 所以就像我剛剛提的喔 其實以 Intel 自己角度來看的話 他們是定義具備 GPU NPU 等議題嘛 嗯 然後應該說有具備我剛剛提的這些東西 它就可以算 AI PC 嘛 對 那 呃 因為他們是覺得說 擁有這些的 呃 功能的話呢 它就可以解鎖 AI 領域的這些功能了 嗯 AI 領域的應用 就可以大家先初步用這些新的功能這樣子 對啊 所以算是有一個共識 但是還沒有完全的確定這樣嗎 對 但是也蠻好理解的 因為像你剛剛其實有稍微提到嘛 因為比如說其實 Intel 自己設定的條件 其實就是他們家內建 其實對照的東西 其實他們內建 NPU 的那個 產品這樣 對 就是他們那個 Core Ultra 處理器 是 那所以只要有 PC OEM 業者 願意用他們的這個處理器產品的話 嗯 以 Intel 的角度來說 那就只要 AI PC 沒有錯了 是 對 但是微軟當然希望 AI PC 有它的東西嘛 對 那當然就是它那個 Copilot 所以 它當然會希望定義裡面有 Copilot 那這樣子它以後市場可能才比較好 分一杯羹 了解 所以假如我們有一台那個華碩的電機 NB 它搭載的是 Intel 的那個 Core Ultra 的處理器 嗯 但是它沒有搭載那個 Copilot 的按鍵 所以對 Intel 來說它算是一台 AI PC 但對微軟來說它就不算是 AI PC 了嘛 哦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對啊 所以以現在來看 微軟它自己的那個 Surface Pro 10 還有 Surface Left 6 它就可以掛上 AI PC 的品牌名稱嘛 不過因為微軟自己還沒有出來講關係 所以就還不知道其他 PC OEM 業者啊 如果願意滿足微軟對 AI PC 的要求嘛 是 就如果其他比如說華碩 Acer 他們願意做這些 Copilot 符合它的條件的話 不知道微軟他們願意給什麼資源啦 嗯 了解 所以其實 呃 因為怕誘因不高的話 也不知道推動會怎麼樣 對啊 會不會有人要用這樣子 嗯 所以在 AI PC 市場初期 嗯 可能各方人嘛 各個品牌都還有一些要磨合 了解 協商的地方 所以聽起來的原因是 NPU 這東西 是一個必備的東西 但其他還需要再觀察看看 對 沒錯 因為剛剛全部都有提到 NPU 那其他的就 最難說這樣 沒錯 好啊 那以上就是我們 突然說科技的內容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想看更完整的報導或數據 也可以參考 DGX的會員服務 那突然說科技會在每週一的晚上8點 在 DGX頻道獨家播出 歡迎各位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更新通知喔 那突然說科技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 其實我小時候的時候就以為 英特爾是做貼紙的 貼紙 為什麼 因為不是都貼在那個電腦上面 有一個英特爾藍藍的貼紙嗎 那如果它是做貼紙的話 你不覺得它的貼紙蠻 蠻樸素的嗎 蠻樸素的 不用只能小心喔